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形的星座物 摩羯座的人大多被认为是略带成欲感的人 因为他们心有诚服 人们也容易将其当作公于心计之人 觉得他们偏执且自负等等 但即使摩羯也有偏向于光明的一面 性情平稳淳和 今天我们来聊聊摩羯座光明的一面 因理想主义 摩羯座的人不缺计谋 但他们也不是所有都容易做片道 更多的时候摩羯善于利用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这个目的多半是有利于所有人的 摩羯座的人在做事的时候 大多很讲究原则 比如在论公行赏的时候 摩羯会按劳分配 即使摩羯有能力完全吞下这些好处 但他们不会选择这样做 是因为摩羯座有些理想主义 他们认为人做多少就应该得到多少 固然他们缺乏某些同情心 但也最大程度上保证其公正性 而追求公正其实是大多摩羯座的理想 他们愿意为其而努力 这样的摩羯座 即使会算计人也大多属于正派人物 做事有底线 不会随意侵害他人的利益 摩羯座认为随意抢夺他人利益 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 因而摩羯对自身道德要求很高 他们的骄傲也不允许他们做一个坏人 性情平稳 摩羯座的人虽然有极端的一面 但多半时候其实都性情平稳 他们的情感预知很高 基本上很难真正感觉到愤怒等等情绪 因为自身看问题通透 也不喜欢做无意义的消耗 因而他们遇到问题 通常想着的也是解决问题 这种务实的风格 让其做事总是踏实而实干 摩羯座很少为了情绪纠结 甚至顾不上产生情绪 因为他们一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 这个过程中身体或许会很累 但摩羯的心理很少出现波动 因此他们为人处事总是沉稳而理智 这就导致他们做事情总是有条理 不容易被私人感情左右 对于很多人而言 被平等的对待其实就已经是难得的经历了 摩羯座的这种理智 让其很少将情绪发泄在他人身上 这是摩羯的善意 因为摩羯认为负面情绪对他人百害而无一利 因而很多时候摩羯对外的形象 总是一个沉默寡言但靠谱的人 三 细腻 摩羯座的人大多很敏感 这早就他们细腻的处事风格 比如你的情绪稍微不对劲 其实摩羯一清二楚 他们只是不想让你觉得难堪 因老故作不知 实际上摩羯座很容易分辨出别人是否需要自己安慰 当别人不需要时摩羯很少多管闲事 他们不是过分热情的人 这种淡然反而让他人觉得舒适 摩羯座总是在默默地包容别人 不仅仅是脾气 还有自尊 摩羯即使帮人 也会出一共理心照顾对方的自尊 摩羯座的细腻 让其在分析的时候也容易一阵间血 比如对方向摩羯求助 摩羯能够很快速地说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看似敷衍 但其实会将对方的问题放在心上 摩羯座的人大多不爱表达 因此付出也多是默默付出 这种内敛的温柔 是摩羯独有的特质 很多摩羯座总是借用沉默掩盖自己的细心 实际上他们会默默地关注与照顾身边的每一个人 摩羯座的人不仅仅有黑暗的一面 也会有让人向往的光明 比如他们的温存的脾性 清醒的头脑等等 摩羯善于学习 当他们想要变好食物人能阻挡其变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形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